九局的前半 林志平代表的是追平分的 所以还是要想办法不断地再上了 因为目前落后的是三分 好球进来 打者没有出棒 形成了一好球一坏球 那现在对向左来讲 其实也不用太强求双杀 能稳稳地抓出局数 其实也够呛了 没错 三分的领先 所以啦 守备范围 正常来守备就OK了 其实甚至于不一定要刻意做双杀步阵 况且今天林志平是不好对付的一个打者 我们注意看整个外野的步阵 尤其右外野 手得非常靠近线边 比较偏右的一个守备 一棒落空 一棒落空 小伙计现在是两好球一坏球 现在就是要试着去适应这种快速球 大概平均在时速145 46公里那附近 而且現在用訴求的比例也很高 很高 對 這球打到了有外野方向 結果轉了出去 形成了借外球 九局的前半 Domingo最後的反攻機會 還是不輕言放棄 現在追平分都站上打擊區了 二壘上了有葉竹萱 一壘上有余德龍 加上打擊的林志平 三個人矯正也都不錯 而且緊接著下來 當然就要進入到中心打者 下一棒是石志文 好強喔 結果打著沒有出棒 來 湯瑪士給三陣 我這球夠刁鑽 位置太漂亮 位置真的太漂亮 不好判斷 這真的是不好判斷的好球 好像鎖喉公一樣 對 插入敵人的死角 動彈不得 真的動彈不得 這球也不是說想什麼出棒破壞 打都打不到 不要說破壞 算了就算了 對 太刁鑽了 不容易 現在輪到石志文 一人出局 一二六人 幾乎同樣的位置 又再來一個 石志文 本季兩層七二的打擊率 上了一層三成三九 有十九分的打點 今天呢 是比賽後半段才上場 有十九分的打擊率 一攻 陳志文到現在 還是認為他可以直接問裁判 不行 他應該問主審 然後由主審來決定 他要不要問雷審 這確實沒有出棒 對 一好球一壞球 加油 幾乎都塞這個誘打者比較內角的位置 我面對 湯瑪士這個內角這個位置 真的誘打者不好出棒 大部分 可能插棒的機會比較高 九局的上半 雙方三分的差距 那壘上有兩位跑者 球數是一號球 兩壞球 這球打到了三壘方向 三球三的手接球之後 傳二壘 封殺了一壘往二跑的跑者 滾動的較慢 而且 黃思郎這個球 傳二壘的位置又傳得太高 所以根本很難側動雙殺 這一定往前移動了差不多五步的距離 停下來要轉身 時間拉得太久 所以前面有提到 有時候要把這個分數的差距要考慮進去 有時候妳太勉強 萬一都沒抓到 那局面就更緊張 現在變成了兩出局 一三六人 輪到林志勝 今天林志勝呢 有一隻安打 一分打點 全聯盟現在全壘打最多的打者 就是林志勝 這個球標到149 那場上投球的湯瑪士呢 一個是全聯盟現在全壘打打最多的 第一名林志勝 另外一個就是投手的部分呢 是開機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被打過全壘打 現在一三類有人 林志勝代表的是 這個追平分數 這個球是 還沒有出爆 變成沒有好球 兩塊球 距離分數 他丟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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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明哥的最後希望 就寄託在打勢中的身上了 目前看起來一壘是沒有hold住了 沒有hold住的情況之下 十字尾应该是离得要再远一点 这个球打成了一个平杯球 被游击手给揭杀 也结束了这个半局 同时也结束了这场比赛 中场呢 中地相对也是相当艰辛的 以8比5三分之差 击败了蓝米哥桃园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